婷子 今年二十四歲 今年一十多歲 20年 你信了紙啊?13年 我是读到副学试的 我读读到小学6年班 其实我很期望我的一生里面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为了神的工作去努力 我怎么会放弃呢?已经13年了 我都不捨得放弃离毁信 我一生都不会离毁信 我最后一分明显示 哟哟,我们是标图 看自己吧 这样我们这里有本星期二金典 是我们的一个图梏见证 这样你有时间就可以去看 我放在這裏 他們也不妨礙你這麼晚了 我們先走了 快點再聯絡 好 再見 再見 你好 當你拿起這本神奇恩典的時候 你思想一下 你將會看到的 是神在這兩個人身上的恩典 但最重要的是你有沒有擁有 在你的信仰上 有什麼是令你最深刻的? 其實是神的恩典 因為我很小時候 很感謝神 有機會回教會 其實從小到大 很多時候都會學到討告 在討告當中 神都很經常聽我討告 無論在我升學的過程當中 如果不是神的恩典 其實我不是一個很聰明或者很勤力的人 但是因為神的恩典 真的因為神的恩典 我這樣有機會去繼續讀書 每一次我以為 我家人都想著 讀不成不能讀 出去做事的時候 但是神很特別為我 一次又一次去開路 一次又一次 有機會繼續去讀 甚至有機會去讀到 一個專門 去到這個工程 做一個工程師 但是完全是因為神的恩典 才有這樣的機會 可以做得到 你現在的工作和你過往的工作不同 是甚麼原因導致你轉工呢 其實我覺得之前的工作太忙了 我覺得其實我的生命 我不想投資這麼大部分 在我的工作上 我覺得其實我的生命裏 可以投資在更有意義的事 譬如在神的工作上 我覺得投資在那些地方 會比起投資在工作上更有意義 亦是更加在永恆裏面更加有價值 那神醫治了你這個病 其實當時的過程是怎樣的 當時就是牧師 叫所有骨落有問題的人 出去祈禱 我當時第一件事 我想起我肩膀的勞損 因為肩膀的勞損 動的時候會有響聲發出 我當時想起這個問題 就出去祈禱 在祈禱的時候 在當中感受到神的同在 很感受到神的恩典和平安 在當中 到祈禱結束之後 回到位置的時候 站在那裡我才覺得 咦 為什麼我可以站直呢 這隻骨好像換了一身 換而一身的感覺 這樣就發現 原來我的隻骨得醫治 已經好了 是的 醫治之後 你覺得換而一身 還有身體的狀況 和以前有什麼不同 很不同的就是 無論是站、坐、睡、睡 都是很舒適的感覺 簡直是換了一身的隻骨 甚至我發現自己可以睡少了 都可以有足夠的精神 因為這個問題 以前可能是因為這個問題 而導致自己睡眠的質素不好 可能有時睡8個 甚至10個小時 甚至有時睡12個小時 都不是說可以很精神 但現在可能睡4個小時 或者5個小時 第二天早上上班 都仍然很有充足的精神 感謝神 那你肩膀和脊骨的問題 是怎樣引致的呢 其實肩膀就是之前 勞損 太過累了 可能我拿東西的時候 用力不適合就勞損 而脊骨就是在我以前小 大約一歲多 未夠兩歲的時候 因為發高燒 就入醫院 醫生怕我是腦膜炎 所以就抽骨髓 自從抽完骨髓之後 我聽回家人說 因為這樣 而我的腰骨就伸不直 彎著 因為已經是這麼小 我當時都完全沒有印象 和沒有意識 因此我從小到大 都覺得這是正常 是我自己的一部分 但是自從說的聚會裡面 神醫治了我才發現 原來人的腰骨是這樣的 但是你現在回想 在你這麼久以來 你有什麼好心的感受 其實好心的感受 譬如今次 神醫治了我的脊骨 其實好心的感受就是 這些的話 就算我有錢 或者有任何東西 都幫不了我 因為我從小到大 真的在我的意識之中 我也覺得這是我一個正常人 這條脊骨是這樣的 但是 今次神的醫治 我才知道原來 人不是這樣的 人是可以企直的 是可以這麼活動自如 是可以走路的時候 是可以這麼舒服 這件事 我好心感受到 其實神可以幫我的 比起我自己 或者好像我的同學 他們去賺錢 去賺錢 他們所賺取回來的 是不能給的 最重要的 其實在今天當中 我在這裡的時候 神去祝福 或者是醫治我的身體的時候 其實是很好 真的 是神 不是我可以做得到 或者是我可以賺取得到 真是神的恩典 在當中去帶領 你現在其實是你 這麼久以來 你最喜歡哪一首詩歌 《世俗女萬金擁有》 《視塵哀沙土》 在這首詩歌當中 其實我找到我自己去尋找的是什麼 不是世俗裡面 任何的金錢 或者名利 或者是前途 而是我找到的是 真正神永恆的生命 而是當中內在的滿足和喜樂 無快 완전大風魂 。 對